直冲雲霄的客機不是再滿大批旅客的商用飛機 这种豪华的私人专机逐渐成为市场宠儿 新冠疫情加上股市发烧 私人专机也跟着炙手可热 从2020年3月到现在 美国富人的身价暴增62% 银行户头里总共多出了1.8兆美元 尤其不少新创公司如雨后春笋 这些亿万身价的新兴富豪花钱不手软 私人科技尝试他们出手的目标 这是Dassel Falcon 6X 仅仅富豪近身飞机的首购族 以巴西航空公司工业为例 今年交货的飞机 有34%的买家都是第一次出手 购买私人专机 现在的市场移民进行购买 现在增幻的价值 移民进行购买 并得更大 并得更大 结果是由超过12%的 并标准你找到 大名领域的世界上 但是又从 有所自然的 大型公司 人們正在看待方向更活躍 更確定他們的任務 那現在的重要是 私人和商業是一個活動 不只是嶄新的私人客機 成為市場上的搶手貨 就連二手飛機也是一擊難求 市場上的現貨數量達到新低 如果你看到今天 比起2019年 市場已經差不多了 16%在美國25%在英國 東西都很穩定 使用商業船航空間的貨物 我們都看過一年 價錢是20%至30% 所以現在是很熱的市場 買不到夢想中的私人飛機 也沒關係 有業者提出豪華科技的租用服務 一個小時兩萬美金 但一年至少要租100個小時 才能讓你像這樣 躺著享受飛行 奢華的享受除了身家要夠豐厚 也得承擔對地球環境的衝擊 私人客機每位乘客的排碳量 是一般旅客的5到14倍 業者推出環保的永續航空燃料 號稱能減少8成的排碳量 這些很貴重 而且很難得到 現在 有超過20個地方 你能獲得維持潛艇油 你看似乎公司 就像NutJets 而且昨年他們 在維持潛艇油的潛艇油 目前環保燃油的預購量 已經達到140億公升 45家航空業者加入使用永續燃料的行列 巴西航空工業公司還發下豪雨 準備在2040年達到淨零碳排的目標 我們所發現是 我們知道它是好商業 確保我們有一個維持潛艇的產品 這不是只要做的 這也是好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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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客機 有望擺脫超級碳排的標籤 預告疫情結束之後 此人客機仍然會是熱銷商品 依照目前供應鏈 還有人力短缺的狀況 這些私人航空座駕 未來依舊是期貨可居 幾月新聞 綜合報導